在细致水帘山庄的另外道路 除了有车道也有人行道 不过之前红砖道是破损严重 走路踢道容易受伤 还有人是滑倒了 所以在去年的会刊之后 市府也进行了人行道的更新工程 15号上午医院廖正良服务处就前往关心 发现全新的人行道变得好走 而且换上了防滑砖也改善了湿滑的状况 这是去年11月会刊的画面 只见红砖大片损坏 拳头翘起来踩上去摇摇晃晃 走路踢道也容易跌倒受伤 下雨天湿滑也多次有人滑倒好危险 不过再来到同一个地方 只见人行道更新工程已经完成 整体景观也加分 这一条是水连社区对外唯一一条连外道路 水连山庄几千户的居民进出都靠这条路 除了车道旁边还有人行道 不过年久失修好危险 在十多年前就是坐的时候 那因为地基坐得不稳 下面只有泥沙跟土 那地基很不稳 所以都造成高高低低 那我们路人在行众 就常常发生很危险的一些摔跤 那这一次在廖正娘议员的协助之下 我们把这整段路面 做一个全部的铺平 之前这个人行步道可以说是部分 可是破损的非常严重 那经里长反应之后 我们也请养工处来施坐了 那在年初的时候一直在施坐 那现在已经施坐完成了 那我们跟里长到现场来看 现在人行道更新完成 一元料增量前往关心 从水连桥进来大约有260公尺 整条换上了全新的人行道 而这次不但底下绑了比较稳固的铁条 至于砖块则是换上比较厚 而且透水度防滑度都比较高的高压混泥土砖 完成这段时间也受到居民肯定 对这个人行道在做完成以后 我们整个这用路人都反应都非常好 因为以前大家走到这里的时候 都是战战兢兢都非常怕跌倒 那现在都很放心 尤其这个护栏 不但说可以保护我们行程安全 那你走累了也可以坐下来 待会休息一下 这个护栏让我们这边在行走的时候 不小心会跌落这个山谷的情形来发生 尤其我们跟里长在这边看了之后 走累了也可以在这边休息一下子 这样坐了一下子也是非常好的 一举两得 我想这个是对水帘山庄老肉妇 从这边出入的话一大福音 还有在靠近水帘桥这一段 因为怕不小心有人跌到一旁山坡 所以特地加了一道低矮的水泥墙 现在有些民众走累了 还能像这样坐着休息一下 一举两得 加成慧玲细子采访报道